这个男人名叫古田任三郎 是一名警探 今天他来到电台是为了一起恐吓案 因为女人是著名的电台DJ 所以会有一些狂热的粉丝 最近他总是收到恐吓信 所以希望警察能帮他调查一下 为了了解更多女人的情况 古田和他的助手留在录音棚里一起观看今天的节目 女人的广播节目非常有趣 怪不得会有这么多的粉丝 古田和助理都听得很开心 可今晚的节目还没结束 就在电视台的外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被害人是女人的助理 因为女人自己不会开车 所以每次都是助理来接送他上下班 就是在电视台外面等他下班的这段时间助理被人杀害了 古田注意到被害人的身上穿了一件很大的红色外套 因为很不合身所以显然不是他本人的 而经过调查 那件衣服是女人放在车上的 也许是因为外面冷所以被助理穿在了身上 难道凶手本来的目标并不是助理而是女人 那这个人会不会就是给女人一直写威胁信的那个人呢 遗留在现场的一根烟引起了古田的怀疑 因为那根烟非常的完整 刚刚点着就被踩灭了 这根烟是助理扔下的 而他一定是看到了某个人所以才赶紧熄灭了 那这个凶手就很有可能是助理认识的人 另外一个可疑之处就是女人在直播休息的过程中 曾经离开过录音棚三分钟 那有没有可能是女人趁这个时间去做的案呢 于是古田让自己的助理开始了测试 然而尽管助理已经拼命地奔跑 从录音棚到案发现场一个来回也要七分多钟 女人的做案时间根本不够 就在古田非常苦恼的时候 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婶刚刚还在这里打扫卫生 一转眼就从楼下的停车场里摘回了一束花 这令古田非常惊讶 原来广播电视台有专门的员工通道 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 于是助理又开始了测试 这次的结果跟古田预料的一样 三分钟内果然可以跑一个来回 那这就说明女人是有足够的做案时间的 现在就差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这时候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古田的注意 她终于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 真相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女人 原来女人的助理趁着在她身边工作的机会 抢了她的男朋友 女人表面上表现得毫不在意 可内心早已经决定杀掉助理 案发当天 她假装有事离开录音棚 之后使用员工通道全力地跑到楼下杀掉助理 之后又在三分钟内跑回来 这样她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 没人会把这起杀人案跟她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最初引起古田怀疑的就是她的一个小小的动作 因为她过快地奔跑 在节目中手抖而没办法放唱片 她只能让身边的同事帮她做 之后她又在直播里提到了一则新闻 因为那个抢劫犯被警方抓获的时候 戴了一个非常好笑的面具 她把这件事作为一个笑料放在了她的节目里 然而这则新闻是由电视播出的 并且播出的时间正是在女人播放广播的期间 如果女人一直都在这里 那她从哪里看到的这则新闻呢 答案就是女人在跑去作案的途中经过放松室 放松室的电视上刚好播放了这则新闻 女人无意间听到以后随口就在节目中当作笑料说了出来 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俗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为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牺牲自己的人生 有些东西是你的抢也抢不走 而不是你的想留也留不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